我们第一步是先将这个鸭腿的鸭骨去掉 鸭骨去掉 对 哎呦好难的听起来 来我们看看怎么去这个鸭骨好不好 因为孩子们吃起来 可能就是吃鸭骨不太方便 这样为了方便钱我们把鸭骨去掉 跟踢鸡腿一样吗 对跟踢鸡腿几乎是一样的 你会吗 这个还真没干过 对没干过就感觉这可专业了 这个有要求和技巧吗大厨 呃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就是咱就顺着这个 因为这个首先知道这个大体的骨头的位置 然后在骨头位置的这个上方 咱们用刀划一下 划一下 对 就可以了 然后呢 对然后你看这个鸭腿 我们直接用手用力一掰 对就OK了 哦就是关键你有没有那个耐心 对 然后如果说咱们搁的不是很重的话 这个我们就可以稍微的 用刀给它剃一下 但是小心拿一个块刀 对一定要拿块刀 对这里面有筋膜 它会不容易拉出来 对吧 对里边有筋 这样我们看出来了 其实这个鸭腿它过瘾就是在于 它就是两根骨头就没了 对吧 对对对 所以剩的都是一些非常棒的肉 对 但是今天这个鸭腿是带着鸭皮的 对 是带着鸭皮的 因为这样吃鸭皮的话 口感特别的秋痰 秋痰 没错 因为它一会的时候 在烧完之后 它的表面 因为一会要煎一下 对吧 对 它会焦吗 不会焦 不会焦 我们首先煸炒的过程中 主要是由于这个鸭皮 包括鸭的脂肪比较厚一点 所以我们在煸炒过程中 会变出它这个脂肪来 对 这样使它这个非常的 应该说不油腻了吧 孩子吃的不油腻 改下刀 OK 我特别喜欢莲藕 对 这个莲藕啊 它有一种非常好的品型 出污泥不染 出污泥而不染 对吧 哇 这个骨湿有云 对吧 周登一说的 所以说我们到现在看到莲藕 就觉得我们应该做这样的人 所以说一边给孩子呢 准备食材的时候也觉得 给孩子也可以上一堂教育课 好不好 我们现在准备点胡萝卜 对 再加点胡萝卜 加点胡萝卜搭配一下颜色 对 也搭配点营养 对 胡萝卜素非常的好 对孩子的眼睛也对非常好 现在冬天啊 干燥之后容易干眼症 所以说加点胡萝卜补充 白的胡萝卜素 对 好 所以我们一块烧水 OK 这要干嘛呀 我们要把这个鸭肉啊 稍微焯一下水 我们直接煎鸭皮不行吗 如果直接煎的话 因为鸭自身有一个这个土芯味 因为在焯水过程中 我们还要讲一下 刚才在焯水 一定要凉水焯水 如果在 因为如果用热水焯水的话 鸭肉自身这个血水会 包含在这个里边 对 会出不来 所以说我们在凉水下锅 是把这个鸭肉放到锅里边 凉水煮 对 让它那个血水慢慢地融出 对 让它血水慢慢地逼出来 是不是融出也代表着 它本身的腥骚气也被融出来了呢 对 真好 然后呢我们会在家里边在焯水过程中 我们放点这个姜片和这个葱 我懂了 我应该给你来点料酒 对 对不对 对 你看看 那请问大厨在那边在焯的时候 焯到什么程度 你觉得是OK的呢 我们焯得住 基本上就是这个颜色变白了 因为我们还要在烧制嘛 主要是焯水的目的 咱们主要是就是去腥味 增加它的香味 然后适合于就是 我们在下一步这个炒制 净会焯水了 你看那么多的那个 对 你看血沫很多 对吧 我们基本上 焯了水之后 把这个血水焯完之后 就可以把它捞出来 好嘞 好 需要冲洗吗 需要冲洗一下 把它表面这个血沫洗干净 对 这样子估计鸭子里面有腥骚气了 对 真好 OK 鸭子现在已经给它处理好了 这处要干嘛呢大厨 一会儿我们就是开始这个加点底油 然后呢煸炒一下 好 就现在吧 好不好 好我们现在就是先把这个锅烧热一下 因为这个要不然会在炒的过程中 这个鸭皮会粘在这个锅上去 是明白明白 对 烧热之后我们就可以加一点点油 好 因为本身这个鸭的鸭肉啊 包括它的鸭皮和鸭脂肪就是特别的多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煎制过程中油要少放一点点 对 因为皮下脂肪很丰富 对 对吧 所以我们有时候都压汤会出来很多油 对 所以我们煸炒的就有作用是有两个 第一呢是把它的香味逼出来 第二呢就是说这个要把这个油脂逼出来 嗯 对对对 是这样 明白明白明白 我们把鸭肉放到里面 OK 其实我们这边煎的时候也等于是给大家去除一部分油脂了 对吧 哎 热过凉个油 对 真好啊 看着 看你在炒的时候把那个姜片有余放进去的 对 因为姜片可以这个去这个鸭肉的自身的土腥味 而且可以增加它的香味嘛 哦 明白明白明白 好 这样在煸炒的时候大厨底下的火应该用大火吗 对 用大火 大火 对 大火之后可以把这个鸭肉的鸭的这个煽气 骚气 哎 把它炒出来炒香的 OK 而且慢慢的煸黄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加料 OK 现在加什么大厨 我们可以加点这个料头 料糖 对 加料酒 对 我们加料酒 一会我们爆香之后再加料酒 对 加点这个葱姜蒜 OK 对 好 我们把它炒一下 OK 嗯 出香味了 对 嗯 海浓的香味 对 好 我给你加料酒 大厨 可以加料酒 来 来料酒 烹一下 好 来 来 好 嗯 好 如果加点花雕酒就更好了 对 嗯 好香啊 现在好香了 这样 对啊 对 然后我们这个加完料酒之后啊 因为这个鸭肉还是说了这个味道比较重一些 而且呢 比较油腻 所以我们今天选要就是用加这个甜面酱 加面酱 和那个豆瓣酱 面酱豆瓣酱也就是两个酱来烧 对 两个酱吧 对 好 好 我们一小勺这个一大勺这个甜面酱 对甜面酱 哎呦 这个今天的菜肯定是感觉酱香十足的对吧 对对对 还有豆瓣酱是吧 对 好嘞 豆瓣酱还有这个甜面酱加进去 我们要炒一下 嗯 嗯 酱爆一下 对 可是加酱会容易粘锅吧 呃 应该说我们这样炒酱的时候我们就稍微小点火 嗯 对 稍微炒匀 我炒匀就可以 控制一下它的火力 对 哎 那样差不多我们再加点那个生抽 生抽 对 酱油 加一点生抽 这个酱香筋足是吧 对 这个看着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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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对 色也很好 就是啊 好 好 很棒 因为我们今天啊炒这个鸭肉是吧 烧这个鸭肉啊 我们这个平时我们大家都在家里边都是用水 所以今天我们用的是这个啤酒 啤酒 对 这两块啤酒不是咱们一块的时候喝的 哦 不是 叫做菜啊 对 好吧 那我帮您开大厨 好的好的 就是有一道菜的啤酒鸭您吃过吗 对 咱今天就是这个鸭子就就跟啤酒鸭这个有点结合 好 对 那孩子能行吗做啤酒的 呃 没问题 因为这个我们为什么要加啤酒呢 首先给大家讲两下 第一呢 加啤酒 啤酒是这个春粮式的酿造的 对 所以呢 它更会使这个肉质啊 就特别的嫩 好 特别的嫩 更容易成熟 好 而且在这个加热过程中 酒精会随着温度 把这个酒精的多余的酒精全部都的蒸发掉了 这个你可以放心明白 也就酒精蒸发留下来是那个香味 啤酒化的香味 对 好 好 差不多 够了 对 可以 好 那这个您干了吧大厨 您干了我们随意 哈哈哈 放在一边备用 好的好的好的 大厨如果家里面不用啤酒 怕孩子会比较介意的话 我们用别的可以代替吗 对 我们还是就是加烹点料酒之后 我们就直接可以加这个 还是加水 加水 对 加水来烧制 OK 明白明白 哦 不错不错 我们先这个盖上锅盖 然后来把这个鸭子煮 差不多这15分钟到20分钟 OK 差不多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把藕再放上 明白 那我们等它一下 先把这个鸭呢 处理到差不多成熟再放藕 藕呢 您一切也不要酒煮对吗 对 不要酒煮 就煎炸了之后这个藕会容易 就是米或者烂 对 就是太面了 不要太面了 不好吃 要保持有点脆感 对 对 短短点脆感 好了 那现在呢 我们这个时间啊 大厨要加点料了 对吧 对 加什么 我们现在就一会儿 就把这个咱们切好的藕 和这个胡萝卜 放在这个 咱们这个炖的这个鸭肉里边 哎 我觉得这啤酒啊 越煮越香 对 因为它酒精挥发出去 全是大麦的那个香味 对对对 现在就能闻见这个香味 特别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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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你是酒鬼 你知道吗 因为你的闻到 都是啤酒会怕出来的酒精味 对不对 这样我们把提前切好的这个藕啊 胡萝卜放到里边去就可以 好 这个是不是要煮的话 你今天想保持脆度 这次不用煮太久 对 这个不用煮太久 基本上成熟 差不多这个 五分钟 五六分钟七八分钟就可以 五六分钟七八分钟就可以 对对 好 那大厨呢 就把这道菜呢 简单的在锅里面再继续咕搭五六分钟 一会儿咱尝尝看它最后的一个啤酒烧 好 时间差不多了 对不对 大厨 对 这可以直接装盘了吗 可以直接装盘了 好 来 打开我们看一下 打开关一下火 好 哎呦 这套汁 汁这么浓啊 好棒啊 那个酱汁是非常重要的 大厨 对对对 底下有点像糖色的感觉啊 对对对 因为这个 其实这个菜的味道 还全是在这个汁里边 汁把这个 把这个汁收到这个原料的里边去啊 我觉得这个特别的香 真好 对 完整完整就很好 完整就很好对吧 对 好嘞 那咱们直接就装盘吧 我们就可以装盘 好 装盘装盘装盘 你看啊 它这个肉质的感觉啊 红红亮亮的 而且呢 感觉酱香扑鼻 最关键一点的是什么呀 这道菜 其实非常适合我们这个记得来降火气 对吧 对 还好